阿羅 大家好 今天就是奇路旅人 那我決定今天要來分享一個很 就是最有效率的賺錢的方法喔 就是 我現在等級大概是 剛開始玩的時候大概等級大概15 見識 主要見識阿 如果有到15的話 到22其實也OK 就是15級 基本上 今天要用這個最有效率的賺錢方法的話 建議最少至少15級 就可以 達到這個快速 有效率的賺錢 那要怎麼做呢 我這邊建議大家的 職業的配法是這樣 就是要配學者跟 歐菲莉亞在前期的時候 那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希望要拿到他的技能 輔助技能就是學者的 這個御敵減半 這個一定要裝喔 御敵機率減半 然後跟歐菲莉亞的脫逃成功機率上升 因為我們要就是 跑到跳級到地址的很高級的地方去 因為我們要先去拿東西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去打這個 打一個路人 可以一直刷一直刷 在網路上看到可以一直刷 那我今天也親自測試過 等於說我打完以後 會拿到一個紀念金幣 一次可以賣2萬5 然後大概打個兩三次 或有時候就會連續拿到 那在前期就可以賺到錢 然後又可以賺到經驗 等於說就可以買到很好的裝備 等於說在前期這種不好賺錢 也不好升級的情況下 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覺得真的算是最有效率的 比起要一直走路阿 或是要偷錢阿 相對起來算是最有效率的 而且我覺得成功機率蠻大的 那一開始呢 就是不管你在什麼地方 我建議大家 主要是我們要去這個 失落的 左上角這個失落的遺跡 我們要去拿一個避雷服 雷電避雷服 因為我們要打那個人 他會使用電擊的法術 那我也可以建議大家 就是在跑圖的時候阿 可以先跑到這個城鎮 這個達斯克瓦羅 這個城鎮裡面 比如說我們到每一個點的時候 有那個 有這個羽毛存的時候 一定要存 因為死掉的時候 你還可以從那個地方開始重新跑 我們等於其實就是要 利用這個負 負技能 就是被動技能 然後來跑圖這樣 那我們一開始跑到這個 你看這裡等級是45 基本上如果你逃跑失敗一定是全滅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這個 這個這個 東達斯克瓦羅森島 那再來就是這個失落的遺跡 我走了好幾次我都沒有找到 然後他其實就是 他是在 因為我們 你跑圖跑到這個城鎮之後阿 他其實是在這個城鎮出發 好這裡有一個儲存點喔 他在這個儲存點的右邊 就是這裡 這裡這裡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跑 對他就在這 像這樣子 一路跑 然後如果遇到敵人逃跑失敗 然後就再重新來 那現在我們到這個地方以後呢 他那個壁壘斧在這裡的最角落 我帶大家走看看喔 那記得就是這個地方一定要存檔喔 這個地方一定要存檔 那我們開始跑 他在這裡 因為這個跑喔 遇敵機率減半喔 這樣跑一跑其實就很容易會遇到敵人 所以建議大家在跑的時候都要記清楚你的路線 這裡往上 好就是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往右邊這裡 就這裡有個洞走到底 就在這裡 這個寶箱打開來之後啊 你就會拿到這個道具 這個 雷電避邪符 然後我們只要有雷電避邪符 拿到這個以後其實事情大概就已經成了大概一半左右 好那接下來要去哪裡了 接下來我們要去地圖上的 右最右邊這裡有一個 格蘭波特 反正記得每一個羽毛儲存點都一定要儲存就對了 然後之後呢我們現在就飛到這個城鎮去 OK那到 因為我是已經到了所以我才快速旅行 那到這個城鎮之後呢 我建議大家在15級 如果你是帶著15級或是甚至20級的話 基本上補品一定要帶一些就是回復的 跟SP回復的這樣 然後如果你可以先把 你先錢 賺的錢 先存一部分起來的話 可以讓劍士先 裝備一個還不錯的 比如說防具 或是武器的話 這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在打的時候當然還是希望可以趕快打完 那這個我們接下來要打的就是在這裡的市場裡面的一個婆婆 那他身上會掉紀念金幣 然後一顆是25000 所以你賣的4顆就10萬 基本上真的到中期 我現在打到中期我都還是會回來打喔 就你等級越高你越容易打贏他 他的血量是13000左右吧 13000多吧 對對對 記得一定要帶那個碧雷服喔 不然你可能會被打爆 因為他會用雷電法術 但是他的 就算你15級來打他喔 你的 怎麼講 你來打他的時候其實 他的攻擊 一般攻擊其實還是蠻傷的 好我來先打一兩回合跟大家講 建議大家的打法怎麼打比較好 我忘記回血 我先回血了 就他的攻擊其實還是蠻強的喔 對 如果你有裝BF他就是只有兩三點 所以對你造成不了威脅 我建議大家先打的時候呢 打到第二 他剩兩個 這個 剩兩個 那個 那個 弱點的時候 兩個格擋的時候 先打到兩個格擋 用攻 他的弱點是劍 先打到兩個格擋 然後使用 三次的 繼續 先把物理攻擊提高 然後接下來再 因為我們要趁這個弱點被打爆的時候呢 然後使用這個十字斬 就是進行最大的物理輸出 好 那是因為我剛剛前面第一回合我先回血了 好 呃 十字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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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強 欸千隻槍 如果你已經有選到千隻槍也可以用千隻槍啦 只是千隻槍會有命中機率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有時候我都還是會用十字斬 大概 大概這樣子大概連續三回合 好那我們這就快走 OK好我們打爆他了 大概大概三四輪吧 如果你等級十五幾二十幾左右的話 然後 因為這個時候等級不高 但是打完他他的經驗值其實也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得到這個 運氣很好 紀念金幣 就是我們要打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打到這個東西一個值兩萬五喔 然後其實這個時候打完他會倒下來 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辦呢 要怎麼重新刷呢 我們就直接隨便找一個城鎮飛就可以了 飛回去然後再回來就又可以再打他了 就是這樣重複刷重複刷 那 因為前期是因為等級不夠高 所以可能會要打的回合數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有拿到壁雷服是一定可以打贏的 那這個因為這兩萬五喔 對於前期來說不管是 比如說我們剛剛已經有跑到四十五級 那因為這個遊戲是用金錢 它沒有等武器等級裝備的限制 所以只要你有錢 你就可以去跑到很高級的城鎮去買武器 像這一個一個就兩萬五 這樣四個就等於說有十萬塊 然後馬上就變有錢人了 那基本上我在這個比較高級的城鎮 我要買武器 就是沒有什麼武器是我不能買的 等於說你看我一買我的武器 直接就會反倍衝上去 那這樣子我在打怪升級什麼 就會方便方便非常多 那我們剛飛回來我們再去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其實還在喔 那個阿婆還在 重點就是這個壁壘服 那等於說我覺得前面最難的其實是 跑圖這件事情 但是相較之下也沒有真的那麼困難 只要有帶 只要其實你看他又在就可以重複這樣刷 只要有帶學者跟歐菲莉亞 然後只要有他們的輔助技能的話 就是我覺得就是事半功倍 那在打這個婆婆的話 其實如果你的 你已經有副職業當然就更好打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獵人的副職業 可以攻擊兩次的話 就是最棒的 對所以 等於說 這個遊戲裡面有錢以後 整個體驗就變得超級超級好玩的 就是大家趕快回去試一下 事不宜遲 趕快來試一下這個賺錢的方法 對那今天這個奇路小教室 今天就到這裡 趕快來試試看這個賺錢 然後好好的體驗這個遊戲吧 就這樣掰掰 哇